那 就叫她陈情吧 陈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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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枯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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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鲜 我是看门没有关我才 阿鲜 你怎么了 师姐 我没事 这竹笛 我以前从未见你拿过 师姐 师姐 你没事吧 他没伤到你吧 没事 所以 他是认你为主了 偶然适得罢了 那他就是你的一品灵器了 像阿娘的紫殿一样 阿鲜 他叫什么 还没有想好 既然是一品灵器 怎么能没有名字呢 你可不能怠慢了他 难不成跟你的剑一样 叫他随便吗 那 就叫他陈晴吧 陈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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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东西横竖是无法度化的 何不加以利用啊 大禹至水亦之 色为下策 输为上策 阵压即为色 岂非下策 嗖 先生 灵气而弃 怨气而弃 灵气处于丹佛 可以披山填海 加以利用 这怨气也可以 为何不能加以利用啊